大家好,欢迎来到数码经济生活技能的频道 这是一系列的影片,让您更加认识以及使用和数码经济的不同产品和服务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通讯的应用程序,WhatsApp 它能协助你利用网线来发短讯,拨打电话,录下语音留言等等 首先,确保您的手机或平板电脑有连接到网线或WiFi 然后,在您的手机内的苹果或谷歌的应用商店搜寻WhatsApp 请下载萤幕里看到的这个图标并输入相关的资料 WhatsApp下载后,请启动它 点击同意并继续,以同意它的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 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输入你的名字 你也可以上载您的照片 给予它有关的权利来读取你手机里联络部的联系人 恭喜你,成功地安装上了WhatsApp 让我来分享一些它的功能 在你的手机下方,你会看到五个图标来表达不同的功能 第一个图标是来传送简讯的 在这个萤幕里,你会看到你跟对方的对话栏 请跟着萤幕上的指示和你所认识的人发简讯 请试试看吧 请跟着萤幕上的指示来学习 按住麦克风的图标来录旅音留言 录了留言后,把图标放掉来发送留言 你也能把所发的留言删除掉 这个相机功能就能把你所拍的照片发送出去 这个加行的图标是用来显示更多你能分享的功能 电话的图标会和你聊天的对象利用网线 拨打电话或视频电话 跟着萤幕上的指示回到对话栏 你也能跟萤幕上显示的电话的图标 来利用网线进行通电功能 这里,你也能看到你之前的通话记录 它的另一个功能就是WhatsApp Web 任何在手机里的功能都能反映在电脑上 要使用这个特定的功能 就先在你的电脑上输入这个网站 一个QR码会显示在电脑上 在你的电话中,请点击设置WhatsApp Web Desktop 这将会启动你的电话的相机 这时你要马上对准你电脑里的二维码 在你的电脑萤幕会出现跟你手机WhatsApp几乎一样的画面 很重要的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士会向你窃取你的个人资料 当您收到来历不明的讯息 你应该做的是直接删除掉这些简讯 如果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发来简讯给你 请跟注荧幕上的指示来举报那个人的号码 如果是你怀疑你所认识的人的电话 有可能被非法分子利用时 请跟注荧幕上的指示 或直接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今天的课就到这 下一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